林志堅論文門風波 藍營繼續追打 再把矛頭對準指導教授陳明通 對於陳明通的聲明 強調兩位當事人都沒有抄襲 藍營智庫找來大學教授依依拆解 所謂的水落石出 根本就是選舉操作 替林志堅脫罪 作為一個國安局的局長 他最近說那麼多的話 又不停的發表 書面的這樣的一個聲明出來 是很不適合 像這樣的論文 基本上來講 只要審查五分鐘 大家就可以決定把它當掉 就絕對不會給它過了 我們都不是真正的這個 這個審判者了 裁判者了 那這要到這個台大去看 但是呢 因為從我們一般呢 就這種 很普通的這種 簡單的邏輯跟常識來看的話 確實這個疑點已經太大了 論文門風暴 不但成為政治攻防焦點 也為學術界丟下震撼蛋 論文抄襲爭議 該如何處理 更是各大學校校長的必考題 世行大學前校長 吳永前就表示 歐美早就不會要學生兩年內寫論文 才不會讓學生不曉得研究方法 學術倫理就亂抄亂寫 世行大學新人校長陳清禾也說 有些人態度確實有些小小的問題 政大前校長法學院教授郭明正甚至表態 要年輕人有什麼偉大創建是不可能的 當學術變成政治操作的議題 不見得是好事 學界紛紛發聲 希望論文風暴從政治對決 回歸學術討論 才能讓抄襲事件真相真正水落石出 華語新聞江波瑋張亞珠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